男人只是逗了一下前排的男孩 不料就遭到了女人一顿谩骂 男人本想解释 可黑人却让他赶紧闭嘴 男人有些无奈 可下一秒 亚瑟急忙捂住自己的嘴巴 然后递给对方一张卡片 上面写着 请原谅我的笑声 我从小就患有某种精神病症 会经常不受控制大笑 但亚瑟诚恳地道歉 并没有遭到黑人的同情 反而一车厢的人 都像他投来了一样的眼光 由于没钱治疗 亚瑟只能去政府的免费诊嘴 但意外的是 医生也不愿意和他过多交流 只是敷衍地让他多吃点药 可皮包骨头的他 已经在同时吃这七种药物 所以不太正常的亚瑟 只能靠扮演小丑 来赚取一点微薄的收入 可尽管每天都在做出微笑的样子 但老天却从来没有眷恋过他 这天 亚瑟站在嘈杂的街头 卖力地表演着节目 可就在这时 一群混混却突然抢走了广告牌 亚瑟连忙上田追 但不亮 这正好中了混混的诡计 就当亚瑟追过来时 一个混混竟拿着广告牌 一把砸向了亚瑟 接着 一群人又围了上来 对着他一顿拳打脚踢 而亚瑟唯一能做的 就是痛苦地躺在地上 尽量不让自己再大笑出来 随后 老板知道了他的遭遇 但并没有因此同情 反而将亚瑟臭骂了一顿 认为他就是个无能的废物 听着老板的各种羞辱 亚瑟的心里当然有各种委屈 孤身一人 他还有一位年迈多病的母亲 需要靠着他来照顾 但母亲有一件事 却让亚瑟感到奇怪 因为母亲曾是有钱人家的保姆 所以他天天都会给雇主写信 希望能够资助一下他们 但区区一个保姆 哪有那么大的面子 不出意外 母亲寄出去的所有信件 就如同石沉大海 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每当这时 亚瑟便会陪在母亲身边 一起去看电视上的脱口秀节目 而这也是亚瑟最开心的时候 因为他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成为一名相声演员 所以他时常幻想 自己也登上了光亮的舞台 和偶像能同台站在一起 然而幻想过后 等待他的 依然是那糟糕的工作 这时 一旁的胖同事知道了亚瑟被人欺负 于是他便递给了亚瑟一包东西 等他打开一看 不料竟是一把手枪 他让亚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但殊不知 这把枪将彻底改写了他的命运 几天后 亚瑟来到了儿童医院表演 他滑稽搞笑的动作 很快就赢得了孩子们的互动 但意外却再次发生 那把手枪 竟不合时宜地掉了出来 一瞬间 空气都陷入了冥紧 而亚瑟则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 只是傻愣地站在原地 不出意外 老板直接开除了亚瑟 在回家的路上 亚瑟悲伤地望着窗外 他回想着自己悲惨的人生 有黑人的辱骂 老板的欺压 以及医生的不理解 所有人都好像在针对着他 不巧此时 旁边的三个混户 竟在骚扰一个女孩 女孩向他投来求救的目光 但亚瑟却卑微地低下了头 他已经过得够惨了 可不了 这紧张的气氛 却让亚瑟再次大笑起 而混混也把目光 看到了亚瑟的身上 几人以为亚瑟是在挑衅 于是便不怀好意地走了过来 而一场心中血雨 也要即将胜